Hello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演示一下安装Windows11的话 制作USB安装盘是如何制作的 首先进入微软官方网站下载ISO文件 用来制作Windows11的安装USB安装盘 进到Windows11的网站中 你会看到它有三个下载 第三个这个前两个是说 你要在本机安装的话 前两个不是下载ISO文件 它是下载辅助安装的工具 如果你想制作一个单独的USB 可以安装到任何电脑上 可以给任何电脑安装Windows11的话 那就是下载第三个 同时这个方法可以绕过 可以绕过Windows11的检查 因为Windows11在安装的时候 对硬件有一些要求 如果你的硬件无法满足它的那些要求 那么你无法安装Windows11 通过这个方法可以绕过 就是你的电脑稍微旧一些的 不满足它的要求的 也依然可以安装Windows11 第三个在这里面选择一个 选择一个版本 你可以选择这个或者选择这样 之后你把它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之后 下面一步就是要下载制作USB 启动盘的一个工具叫Rufus 不知道发音对不对 你进入这个网站 就叫这个名Rufus 一般就下载第一个版本 下载之后 我们就打开这个Rufus 打开之后 我们就会看到这些 之后首先是让你选择设备 这个设备就是你的U盘 你把U盘插进去之后 这个地方就会显示 显示到你选择 大家只有一个网 你插上它就会显示出来了 显示出来之后 下面的在这个地方 下面镜像文件的右边 有一个选择按钮 点击到选择按钮 就选择你刚才下载的 下载完之后 下面就会把这些项目全都给你 自动显示出来了 你使用它默认的就可以 之后点击这个开始按钮 点击完开始按钮之后 就会给你有一个提示 这下面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移除对4GB以上内存安全 引导和TPM2.0要求 这个就是Windows11自带的 本身它自带的对一些硬件的要求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TPM2.0这个 如果你的电脑不满足 它的这些要求 那么Windows11就无法安装上去 第二个是移除对登录 微软账户的要求 还有其他一些选项 可以不用选 之后你点击OK 它就开始制作了 等到它制作完成就可以了 好的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